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回到曲面实业的频道 我是Nobu 我们这一次介绍 分析工具里面 就是 这个分析工具里面 有一个叫做显示边缘 那曲面工具的话就放在这边 那我平常是在这边选 显示边缘 所以当一个 曲面 实体或者是 你要检查哪里破掉 我们通常就会用显示边缘 那一般全部的边缘就是这样 那外露边就是破掉的地方 这可以按放大 那就可以显示就看到出他破面的地方 所以外露边就是所谓的破面 就是所谓的破面 那为什么 我这个没有显示的时候 没有使用指令的时候还是会显示外露边 是我的设定 这边就有设定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 把这个设定呢 常常设定 常住在你的 RINO的一个界面里面 就是 在这里一个视图 显示模式 那因为我是着色模式的状态 然后这里一个物件 然后这里一个曲面 这个外露边的设定 那详细的这些设定细节呢 你们就可以去看我们设定的那一集 这个设定一定要 设定上去 然后你平常在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实时 知道 你的东西是否有 没有组合 破面的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画一个立方体 那我对它按炸开 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外露边都显示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那除了外露边呢 在显示上面 就是显示边缘上面有个东西叫外露点 就是当你的 边非常之小小小小小 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会呈现一个点状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假设你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在这个破面 你看它开放的 多种局面 所以要解决一个外露点 必须处理这三个面 你必须把这个面 删掉 重新修补 然后这个面删掉 重新修补 把这三个面都删掉 然后修补到 让这个边缘 刚好在 这个地方供点 它才不会有外露点 那因为这个就是等于 这外露边非常之细小 产生的一个点状 外露 那这个地方 刚好 显示边缘 后来有出现一个 很厉害的功能 就是移除点状的外露 所以你看 我现在按下去 它的移除掉 它就判定为它是封闭的 不过这不是从源头解决 它就是从它 很小 因为这个可能在 当这个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在其他软体检查不到 所以 我们Ryno里面就设计了这个功能 不让你去吹毛求疵去解决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叫非流行边缘 非流行边缘什么时候会产出哦 你看这里有一个非流行边缘 我用半透明模式你们看一下 这里 刚好有一个非流行边缘 这个很神奇啊 非流行边缘其实是 不合理 不太会出现 正常画图不太会出现的东西 它其实是指 我们正常 组合 组合 的一个立方体是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面跟这个面 是不是 然后把它拿出来 这样 这样是不是两个边缘我就按组合 所以这里是不是组合得起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还加上另外第3个边缘 好 假设第3个边缘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哦 这样正常是组合不起来 它要嘛是这一块跟这一块组 要嘛是这一块跟这一块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这样是组合不起来 可是偏偏有时候 它就被你组合起来了 什么时候 就是有时候你就去抓人家的档案 或什么去检查什么 就发现外露边缘 它通常都是多个边缘 去 缝合起来 就会有一个 非流行边缘产生 这个很麻烦 那这个案例呢 它不是多个边缘 它是刚好两条缝线 就是我们做圆管的时候会有这个 缝线 这里会有一条缝线 然后 刚好两个缝线 叠在一起 然后它去做连击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称之为一个非流行边缘 就是也是重合 多个边缘的意思 那这个东西怎么避免 那你就要自己去 发现的时候 你就要比如说把这个缝线 转开 把它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然后对它再去连击 之类的 反正非流行边缘也是会造成 开放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三种破面的 可能性 然后所以检查破面的方式 就是这样而已 OK那就介绍到这边了 所以这个分析工具 是非常常用的 显示边缘 那我建议大家常驻 进入这个外漏边缘的设定 好啦 那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